那我们今天的这个Dynamic的资料库 它是属于Summary的 就是提供这个摘录的这个实证的资料库 那这种类型的资料库可以看得到这一些 像Synome Mainline EDS 它是属于最底层的 它是发表在期刊上的个别研究 有点像是Parmic这样的一个概念 Dynamic的话呢 它是提供我们医护人员 可以快速的去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证据 那我们的创办人 他就是Dynamic创办人 他有在200几年的时候 有做了一篇研究 然后他也发表在这个文献上 Parmic也有可以查得到 那他有提到 如果我们是医护人员 然后要去针对我们自己领域的期刊 去定期的去了解新知的话 那平均一个月要花600多个小时 就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在上面 那这个是2004年的文章 那现在已经快20年后了 资讯就爆炸更多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每天花几小时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这个资料都是一直翻倍一直翻倍 那我们的Dynamic呢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基础上 我们提供就是大家整理过后的资料 那在一些就是研究当中他的评分是蛮高的 那这个Dynamic它是一个主题式的资料库 所以他有一万多种的主题 那他会慢慢的增加 那这一万多种主题的话呢 他是提供这些疾病症状或药品 然后他会把文献上提到的这个债入呢 就是文献上是指他如果是证据比较强的文献 他会把它做成债入 放在我们的Dynamic这一万多种主题当中 所以再取得最佳证据的部分 速度上是快很多 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到 他有提这几个重点 那第一个是他是每天更新 然后当然是扣除6日 6日没有更新 然后再来是药物的部分 在Dynamic当中呢 他跟MicroMedX有合作 合作的部分呢 就是把MicroMedX几十个模组当中 其中两个 一个是药物的基本讯息 一个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他都把它移植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在Dynamic的网站上 去使用MicroMedX的两个模组 然后他的主题呢 有提供这个总览跟建议 可以针对个别的主题或科别 建立铃铛 然后也可以去赚取这个点数 那不过我们现在都还是上课的模式 他也提供APP Dynamic它有手机版网页 还有就是APP APP的话好处就是可以离线做使用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下载APP 那大家也可以现在边下载 我们搜寻Dynamic就可以看得到APP 然后它有包含图片的部分 那会搭配这些主题 做介绍 然后他就是把我们熟悉的一些 就是期刊 资料库一些权威的网站 WHO CDC这一些透过评读 就是整理之后放在我们的这个资料库当中 那他也采用Grid分级 然后大家如果在这边看到 Zone或Week的话 就代表他的证据的强跟弱 然后Dynamic它的证据等级 也有自己的123 1是最强的2次之 3缺乏直接证据 所以如果我在Dynamic当中 看到这个Dynamic Level 1 就是指这篇文献 我们编辑所给的证据的强度 然后他收集的这个 全球的guidline相当的完整 大家也可以在主题当中的 左下角的guidline看得到 然后他也可以按照科别来做浏览 所以我们除了搜寻之外呢 浏览的功能也是OK的 那我们的图片刚刚有提到 他可以搭配这个 我们的疾病来做一个介绍 那如果我们做简报有需要 也可以下载 然后注明来源 药物的部分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基本的说明 那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在Dynamic当中呢 看到这个连结 可以连回到Jodex去看到深入解答 所以一般的医院都有订购Jodex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部分 然后Dynamic它也有药物的交互作用的比较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药物交互作用的一个 就是搜寻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都可以直接在Dynamic的网站上 做一个使用 那这个是比较厚的结果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边它会标注Dynamic的编辑作者给的注记 因为Dynamic它是栽入文献 或者是一些就是盖耐等等 所以一般的网页内容都是那些 那如果编辑自己的意见的话 它会特别做一个标注 那证据如果相同的 会做一个小小的统整的表格 那来源的部分 那会连到Parmac或者是到这个出版社的网站 也可以用中文做搜寻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它个人化的服务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做一个注册 那手机平板都可以做操作 那我们接着就用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的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推卦性膝关节炎 那这个是一个女士 它是特性膝关节炎的问题 那它活动力蛮强的 但是后来就是膝盖呢 就是有疼痛的问题 那它就是回国之后呢 就是希望去挂就是中医 因为一般都是想说 比较没有那么侵入性的治疗 然后就去挂了中医 那右手边这一边是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的话呢 是来自于这个Smile Image Base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搜寻一下它 免费使用的 那免费的话会有浮水印 那它可以去做卫教的时候的介绍 它有3D的动画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林女士到了中医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我们在单列面当中 我要去搜寻跟中医有关的资料 那我们就在这边搜寻这个对外性关节炎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Trust Medicine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输入的之后右下角这个找到的结果 它有一个其他的治疗方式针对对外性戏关节炎 所以如果是中医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种其他的治疗方式来做使用 因为不只是中医还有其他的 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这个编辑的医生 他就是找到了就是这个相关的文献 有提到针灸的部分 那针灸的部分在这边是不推荐的 那反而是这个就是推荐这个就是艾灸 那艾灸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点这个艾灸的这个连结 也可以进到那一个画面当中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艾灸它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的话 不是我们的编辑的医生自己讲的 这个是他在文献上所栽入的 那他再录的是一个系统性回顾的文献 2017年的 那这边也有提到它的一个效果 然后是Dynamic Level 2的一个等级 那其他的部分按摩啊等等 都有不同的文献 所以这边就是体现我们刚刚在 就是一开始所讲的 Dynamic它是一个主题式的资料 这个主题它就是 推荐性细关炎的其他的治疗方式 然后在这边呢 它就列出文献上的栽入 所以文献上提到跟艾灸有关的 跟按摩有关的文献 它就会列出这样的一篇一篇的 Study Summary 让我们可以去直接看到一些文献上的 最新的文献 然后这个Details如果点一下 可以展开这篇文献的比较完整的说明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Details点开之后 那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架构 所以左手边Dynamic这个主题 是它的大纲在左手边 然后右上角这边有个Index section 这个Index section的话就是它的 就是指大纲 那可以看得到 就是可以去挑出来做选择 那除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艾灸之外 那也有去比较就是跟素色泼尿酸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可以直接看到文献上的摘录的内容 所以我们省去了很多查找Parmate这样的一个时间 因为它都帮我们摘录好 那也不是所有的资料都有 因为只要那个主题或那一个子题 它没有相关的实证的资料 那是就不会更新在Dynamic当中 那艾灸的效果比较有限 所以后来它就是改挂这个骨科 那做X光检查 在这个单位当中做影像的 就是这个检查的话 针对X光它也有一些文献上的一些建议 那这个淋雨势算是蛮严重的 那医生建议就是 他也不想那么快开刀嘛 所以就先吃药看看 那吃药的话呢 这边的主题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推药性细关节炎的药物的治疗 Medication 的部分 那我们的这边的这个主题 它并不是列出这个推药性细关节炎 它要吃哪些药哪些药 那它反而是在文献当中 有提到推药性细关节炎相关的药物的研究的 它把它整理好之后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这个架构是这个形式 然后这边的处置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得到 我会建议吃止痛药 那也是只能吃止痛药 那这边的下一个可以看得到 这个灵女士她知道要吃止痛药的话 那她就表示说她也有在服用RCP0 人参啊 那她想要知道这些一起使用一起服用的话 会不会有交互作用的问题 然后就是医生就可以到这个Dynamic的上方的这个 药物的交互作用来进行查询 那查询就可以看得到三个打上去之后 点这个Check for Interactions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结果 那右手边可以看得到目前这三种同时服用 是没有交互作用的风险 但是个别服用的话 这些药物跟其他的药物都会有就是不同的交互作用 然后药物的治疗就是毕竟只能止痛药效果还是会痛 那所以后来她就是决心想要去做手术 那做手术的话呢 在单列卫当中呢 这边可以看得到 针对OA的突然心肺关节炎的手术的话 手术上的考量那这边也会栽入一些文献 或者是一些指南上的一些建议 那比如说是几级的或者是年龄啊等等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然后现在医院也强调这个医病共诀嘛 SDM 那也可以看得到在这边的这个TKA的这个致患当中 那也可以看得到有一篇文献引起到医病共诀的话呢 它也是对病人会有一些帮助 那也是Level 2的等级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Dynamic它有另外一个子资料库 叫做Dynamic Decisions 那Dynamic Decisions的话呢 它也有它就是专门收入这种医病共诀的资料 那需要另外再订购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的Dynamic Decisions的话呢 它就有针对这一个就是突然心肺关节的话 如果是不做手术的选项 病人如果他不做手术 那他可能可以在自我的管理上 做这个物理治疗的部分啊 或者是药物的使用啊等等 那可以这个就可以医生拿来跟病人做 就是沟通 然后右下角这边是 那我如果要换膝盖的话 那那它的一些重点的说明这边也会有 所以这一个啊 就是Dynamic Decisions的话 它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功用 然后啊 这边的置换的话也有啊 置换全部或部分 然后李女士他才64岁 那他就是 考虑就是做全膝关节的这个置换 那Dynamic它就会标注这样的一些建议 然后啊 机器手术的这个 现在是都蛮流行的达文西 或者是机器手臂的这个开刀 那那个医生也有提到 那李女士他想要评估看看说 一定要透过机器手臂开刀吗 那这边Dynamic可以看得到 在这边的TKA的主题当中 可以看得到这边会有啊 来自于就是机器辅助开刀 19年跟13年的两篇的文章 那这边的文章是提到啊 就是如果是用机器手臂开刀的话 在术后膝盖功能的恢复上啊 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但是机器辅助的定位的话是比较精准 那可以减少可能的手术的风险 所以这个李女士也是同意用这个 就是机器人手臂开刀 那Dynamic收入的这个guinize相当的完整 所以可以看得到guinize的部分 亚洲的部分 有的时候会有中国的日本的 韩国的或台湾的 所以我们就是进到Dynamic当中 进到疾病的主题当中 从左下角这个guinize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点开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选单 那再来的话呢 Dynamic它也有APP的部分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提一下APP 那Dynamic的APP的话呢 它必须先去下载 然后做认证 然后认证的部分呢 就是有两种认证方式 那我们会推荐 如果今天大家人都在院内的话 我们就下载 然后你可以直接用院内的Wi-Fi 直接开通 如果院内Wi-Fi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用申请账号的 申请账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ynamic的网站 Dynamic的网站呢 进来之后呢 大家透过刚刚图书馆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边就会有我们的七美医院的文字 那如果大家今天是用医院电脑 你也可以直接在你的医院的电脑 脸上医院的Wi-Fi 或有线的网路之后 在浏览器上面打上dynamic.com 你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那我们这边就是Dynamic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站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 这个奇美医院有没有出现在这里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代表说你可能进到的是我们的开放的网站 它的内容很多都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在Dynamic当中刚刚提到了 我们如果要开通APP 那要注册账号 那如果大家不用注册账号的话 Wi-Fi的认证等一下会跟大家提 注册账号的部分的话 可以看到sign in 跟这个create account 这个sign in就是有了账号再来做sign in 所以先不要点 要先点建立账号 点了建立账号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呢就请大家填一下 那它的表格就是个人信箱或医院信箱密码 要比较复杂一点点 然后输入这些姓名 那姓名要打上就是英文的 也不一定要本名了 那这边就可以去选择 那这边也不一定就是真的跟我们的就是相关 那好了之后点同意点注册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账号 有账号之后你就可以去sign in 那就是可以用它个人化的服务 以及我们刚刚讲的APP的开通 那APP的开通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APP下载之后呢 如果把它打开 那这边它会有一个条款 要请大家去点接受 那再来是认证方式 刚刚讲到两种 也就是你同一条款之后 它问你是要用WiFi认证还是账号认证 如果今天大家人在院内的话 然后你下载之后 请大家连上医院WiFi 然后点左边这个机构网络 然后点这个Authenticate 它就认证成功了 秒认证不用再输入任何账号密码 然后如果我们人不在院内 那我们就要先在刚刚的Dynamic注册一个网站 再点右上角的sign in 就可以了 那下面它有一个assessdynamic as a guest 这个的话呢 大家就不要误点 因为Dynamic的话它有体验版 那你可能只能体验一天 你点了之后发现我好像可以用 那实际上就是体验一天 它之后又回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如果用网路 就是用账号认证或者是用WiFi认证 它只要认证一次就好了 它不用说像以前要三个月或六个月 它就会就是打开APP之后 它就会检查连上网去查我们的这个 就是是不是还是有效的订户 如果是有效的订户的话呢 就会持续可以持续使用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说 我要不要三个月六个月要再登录一次 然后这边的Dynamic如果我们认证的话 它会要求我们去下载 那因为Dynamic它的好处就是离线下载 就是把网站上的资料全部搬下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会看到 它有三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网路版 那也就是说它只有一百多MB 这个数字现在都有增加了 那这个一百多MB的话呢 它就是一定要上网 那也就是虽然你经过认证了 那你也可以就是搜寻一些主题 但是点进去那个主题 一定要有网路才能看 那再来第二个跟第三个 它部分安装跟全部安装 就是可以就是使用Dynamic的这个就是离线的版本 即便手机开飞行都可以做一个搜寻 唯一不能用的就是Dynamic的网站上的这个药物交互作用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连线到DRADEX的一个资料库 所以这部分的资料没有办法存在手机当中 所以基本上就是除了那个之外就可以去查找所有的主题 那部分安装就是缩图 缩图的话你是只能看到缩图 一些图片你不能看大图 完整安装可以看大图 那就看大家的需要 基本上部分安装就OK了 然后这个Dynamic它不会主动更新 所以今天5月18号大家下载的Dynamic的资料 就是大概一点多GB 然后你下载之后 如果你一个月之后再打开 然后没有更新 它就是一个月前的资料 所以一定要去点这个左上角这个三条线 去点这个update 那就会去把最新的资料加进来 不然Dynamic它是一个每日更新的资料库 如果没有用到最新的资料 就会比较可惜 所以这个是Dynamic的手机的APP的部分 那网页版的话呢 我们也就是跟大家提一下搜寻的部分 这边可以看得到用中文做搜寻 然后左上角这个科别可以在这边做浏览 这个follow就是我比如说对追踪症有关的主题 我都要追踪 那你要先注册账号 再来这边follow去做追踪 那我对肥胖这个主题有兴趣 或牙科的 我们都可以点选 那我如果对这个儿科或其他的 有兴趣点选之后 它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成人的肥胖 然后药物的治疗 手术 一般的肥胖的部分 那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到主题 那Dynamic它最近做了一些改版 它就是把之前的大纲模式呢 做成这像这种 section的一节一节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点OK 一节一节的形式指的就是说 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上一节下一节 它以前就是全部就是一个很长的网页 那现在的话就不是了 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去 就是点下一节下一节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 资料的内容 然后这边的就是 inject section就可以看到两个部分 那右下角有一个搜寻内文的 就是按钮也可以去搜寻内文 我们可以把我们要查的关键字 在这边做一个搜寻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Dynamic 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呢 都欢迎去使用这个Dynamic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不要 基本上 就是我们的 我们要去 把我们要去